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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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脚椅人生》 我是高维旭 來看一下 這段7月份的行情 先下來後面上去 我都有事先透過盤面一些訊息 跟投資朋友去做一個報告 來看一下 7月2號的傳真稿 是用7月3號 我說行情路況反彈不變 邁入7月份 我判斷7月上半個月 行情將回到基本面 主導行情路況的主節奏 我來看一下 7月2號的傳真稿 是用到7月3號 下來之後上去 在這段時間 不會有投資朋友告訴你 這個時間是市場上最悲觀的時候 我告訴投資朋友 跟會員報告 我們這一段7月份的行情要把握住 要把握住 再來看 一直到什麼時候 7月25號 我的傳真稿 行情路況顛波 留意強中直變 強中直變 你再提醒投資朋友 在7月25號 適用於7月26號 這段強中直變 很多股票 在7月25號 那一天出現一個直變 包含什麼 你看 包含了被動元件 這一段 極力心 大一 還有什麼 細晶圓 中美金 中美金 我在之前跟投資朋友 一再的提醒 在7月25號 投資朋友說 你看今天大盤 跌了170點 意不意外 不意外 因為你知道盤面上 其實在7月25號 就已經告訴你一些訊息了 盤面上在6月底 7月初的時候 也告訴你要 把握7月份 該做的行情 在7月25號 盤面上也告訴你 你要小心路況顛波 強中出現直變 操作要保守 所以我之前 我在跟投資朋友 前幾天有跟投資朋友說 要你就退場休息 不要再做交易了 因為下半年的交易 真的越來越難 你可以退場休息 你上半年 還可以保持你的占股 如果你下半年 你盲目地去做交易 基本上你賺不到什麼錢 你還會受傷 你還會受傷 這個部分 就是要跟投資朋友說 行情真的不好做 行情真的不好做 你要做 你要懂得去賣 你要懂得去賣它 雖然我們不是 每次都賣到相對高點 不是每次都賣對 一定有賣錯的 但是至少成功機率比較多吧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說 該進則進 該退則退 因為有根 你交易才無所畏懼 行情路況 你懂得分辨 你的交易 你就懂得 怎麼去做一個 比較正確的交易 不會受情緒去影響 你看我們之前 加幫賣的是50.1 你看加幫現在是多少 30.7 不見得賣到最高點 但是至少你可以 把獲利落袋吧 還有什麼 中美金 有買過的 沒有再買回來的 賣掉的成本是多少 141億元 你看中美金現在 5月份賣的 5月11號 這天賣的 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你也避開了 我也獲利落袋為安 現在是92.1 當初賣的是141億元 你要懂得買 你要懂得賣 你看這個也是 3313給成 4月24號賣掉了 賺8.9元 你看現在什麼價錢 32.25 這一段 4月24號 抱歉 4月份賣掉了 後來有創高棉花最高點 但是後來也下來了 你要懂得去賣它 寄生也是一樣 4月23號的寄生賣掉的 不好意思 寄生是買進 然後 再來是賣出的 來看一下 等一下 先講光環好了 光環 6月6號出新的 6月6號 相對的高點 出了什麼價錢 出在 33.6 你看現在價錢是32.5 還是賣的是賣 還是賣對的 寄生也是 看一下 來 跟投資片我說 有時候你股票 你買賣 你就要了解 該進則進 該退則退 你看寄生 4月24號 市價出清的 成交32.9 算15% 現在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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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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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6 去買等到6月等到我要把股票檔數降低的時候 我就把企機賣掉 7月31號把企機賣掉 賺2.8% 76.4% 去買什麼去買世紀港 68.4% 7月30號世界要出行71.1% 你要懂得去賣然後再買什麼 兩維 7月31號市價買進的兩維 43.2% 8月1號從行高之後 就昨天市價出行 賺9.2% 賺4元 早上你不賣 昨天的收盤就收到46.6% 這個就是交易的實際的部分 我們不可能賣到最高 不可能買到最低 但是有機會的時候 你就要懂得勇敢去進場去住 有機會我們就多做一點 沒有機會我們就多看少做 我的會員 普通會員持股 現在做兩檔 保留大部分的現金 所以今天大跌 基本上我反而還在找其他的標的 可以去進場 這個我才有機會 因為有買我才有人力 才有口袋 才有籌碼可以再去買 普通會員是兩檔 新代會員是兩檔 然後特別會員也是兩檔 我把我的會員持股大幅降低 大幅降低 為什麼 因為行情就告訴我 操作要保守 我因為多看少做 多看少做 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要出手就一定要相當的有把握才出手 這就是我的操作的習慣 認同我的投資朋友 想要跟上腳步的投資朋友 也可以跟我現場注意做聯絡 我是高維旭 祝大家操作順利 獲利滿滿 我們明天見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分別